近日,爱奇艺APP限制投屏的话题登上热搜,网友反映,之前黄金VIP会员支持最高4K清晰度电视投屏,现在只能选最低的480P清晰度,要想投屏更高分辨率的画质则需要购买白金会员。 记者从爱奇艺APP官网了解到,黄金VIP会员连续包年118元每年,电脑手机平板可用,而在黄金VIP会员基础上增加了定视特权的白金VIP会员,连续包年则需要218元每年,价格翻了近一倍。 对此,记者走上街头进行随机采访,多数受访者表示,此番操作令自己的体验感非常不好,不会继续升级。 本身就是投屏想看电视,就是想大屏幕看,然后你还限制我画质。 就像我们去吃饭嘛,是吧,但是我就知道我去柜子餐厅吃,我要付出多的代价,但是我是事先知道有这个心理准备的,而不是说我进到一个,我觉得是一个我能够承担得起的一个餐厅,然后吃到一半,比如说我要喝汤,然后他告诉我,你要用勺的话得单独付钱,那这个事情对我来说,这体验就不好。 直观感受说实话还挺烦的,虽然我已经是会员了,但我还要再付费去享受一个更升级的服务,我觉得就是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不好的体验。 使用是会使用,但我不会再去继续升级。 爱奇艺此举是否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? 对此,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薇表示,若购买黄金会员的协议中对于投贫清晰度有明确规定,突然间更改协议,则是侵害了消费者的权利。 第一种情况,没有事件告知用户,那么侵害的是消费者的执行权,消费者是可以选择退费的。 如果是480p,他明确告知了,那么这个时候呢,在消费者确认执行的情况下,企业完全自愿。 那这个时候呢,爱奇艺是可以最后4k额外收费的。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,爱奇艺似乎是没有这样做到的。 朱薇认为,消费者在视频平台中享受的是内容服务,不应额外限制终端。 消费者在选择看的过程中,他实际是享受的一种服务。 这个服务无关于终端是什么。 就是你要知道,买会员主要是看内容。 那么这个内容用什么方式来看,使用什么样的终端, 这个跟内容服务提供者没有任何关系。 随着人们版权意识的增强,国内视频行业已迈入会员制时代, 但各个平台不断出现的套娃式收费项目, 令消费者将前期积累的良好用户体验消耗殆尽。 朱威说,在平台内容质量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之下, 通过渠道去获取利益并非长远之际。 真正的保护版权,核心在于鼓励创新。 但是目前看的话,在创新内容好的质量好像没有多少提高, 反倒是通过充值,通过各种的像套娃一样的收费, 去提高了另外的一种收费模式。 在内容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之下, 通过渠道去获取利益,这是割韭菜的行为。 这不是长远的一种发展。